大家好 我是放輕鬆 今天我要跟大家說一個iPhone的故事 請各位客觀聽下去 2007年的冬日夜晚 小學三年級的莉塔 兩眼直韌韌的看著電視 賈伯斯在裡面介紹著 蘋果公司的新產品 iPhone第一代 莉塔的魂像被勾去一般 那簡潔的造型、新穎的設計 他看看自己手裡的Nokia 下意識的把它丟在了一旁 在發布會的五個月後 iPhone終於開始販售了 莉塔看到班上有些同學 已經把舊手機換成iPhone了 顯然的他們的父母在第一時間 就幫他們買到最新的手機 莉塔好生羨慕 心裡低估著 我也好想有一支這樣的手機 看著同學用指尖 飛快的在螢幕上點擊 他也只能拿起他的Nokia 玩玩貪食車過過癮 6月30日是莉塔的生日 放學的路上他嘴裡喃喃的念著 爸爸這個月是我的生日 我好想要一支iPhone 我看同學都有 你可以買給我嗎? 這句話在莉塔的口裡重複的練習著 回家後媽媽跟莉塔打招呼 問他在學校過得如何 莉塔滿腦子都是iPhone 隨便對母親哼哼哈哈了兩句 就跑回了自己的房間 他輕輕的把門關上 跪在床前禱告 神啊我好想要一支iPhone 讓我的願望實現吧 好不容易等到爸爸回來 在餐桌上 好幾次話都到嘴邊了 他又咽了回去 他知道爸爸似乎 對這些3C產品興趣缺缺 每次要買新的東西 爸爸總是說 東西可以用就好了 幹嘛買最新的 雖然他知道這次爸爸答應他的機率實在很小 但他實在很喜歡iPhone 就算希望再渺茫 他也決定一事 飯後 一家人坐在電視前看著新聞 蘋果公司的iPhone 已再出現在新聞畫面中 莉塔試探性的 探了探爸爸的口供 爸爸你覺得這支手機如何 不錯啊爸爸回到 心裡似乎多了幾分希望 既然爸爸覺得不錯 應該會願意幫我買吧 終於莉塔鼓起了勇氣 把他練習一遍又一遍的話 跟他爸爸說 爸爸這個月是我的生日 我好想要一支iPhone 我看同學都有 你可以買給我嗎 爸爸眼睛閉起來 沉思了5秒 答道 莉塔不行很抱歉 莉塔知道爸爸的個性 小時候為了要玩具 在地上打滾了3個小時 爸爸還是無動於衷 他知道在球也是沒有用 小聲的答道 好吧 於是回到自己的房間 他坐在自己的書桌前 呆呆地看著窗外 時光仍然 莉塔從可愛的小女孩 變成了陽光的高三美少女 腿變粗了 胸部也變大了 iPhone也從第一代出到第七代了 螢幕也越做越大 其實這7年 每次生日 莉塔都會問爸爸同樣的問題 但爸爸始終不願意答應莉塔的要求 有一次生日 爸爸主動為莉塔買了禮物 收拾給她的手機 莉塔興奮地抱著爸爸謝謝她 莉塔衝回房間 但當她拆開禮物時 發現不是iPhone 而是一支HTC 失望的莉塔問爸爸 不是說我要的是iPhone嗎? 爸爸回答 不是都一樣嗎? 莉塔紅著雙眼 奔回自己的房間 躲在棉被裡暗自哭泣 高三是關鍵的一年 莉塔為了申請到好的大學 選修了幾門挑戰性很高的進階課程 課後還有社團要顧 甚至提前去修附近大學開給高中生的先修課程 每一天都操到身心俱疲 莉塔這陣子不斷的咳嗽 體重也有明顯的下降 她想可能是太累了 等這陣子忙完再好好休息吧 事情是發生在星期天的早晨 這天莉塔計劃要到圖書館查詢一下資料 起床後頭一直覺得很暈 她想趕快喝杯咖啡 吃點東西應該就會好 但樓梯走到一半突然眼前一黑 就沒有任何知覺了 家人聽到撞擊的聲音 莉塔已經跌落樓梯暈倒在地 莉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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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莉塔夢到小學三年級的她 爸爸蹲在地上將一支iPhone遞給她 她真的好開心啊 莉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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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莉塔緩緩張開雙眼 母親難過的在旁邊流淚 莉塔這才知道 自己罹患了肺腺癌 而且已經是末期 她的生命只剩下三個月 這天莉塔躺在病床上 父親推開門走了進來 將一支iPhone7放在莉塔的手上 她第一次這麼真實的感受到iPhone的重量 她將手機放在手上把玩 似乎手機有什麼功能對她來說已經不重要了 相對的 她覺得指尖觸摸手機的質感更加真實 她看了看她的父親 勉強的擠出點微笑 什麼話也沒有說 手上把玩著她最心愛的iPhone 三個月後莉塔過世了 她們將莉塔最喜歡的iPhone一起放進棺木中 她父親委託一家死亡配飾的公司 特地為莉塔打造了一個她專屬的iPhone墓碑 這個iPhone墓碑做得微妙微笑 一幕是莉塔生前的照片 但可惜的是 莉塔再也用不到她了 安息吧莉塔 安息吧iPhone 安息吧我的蘋果 在2001年有一則這樣的新聞 一名17歲的少年小王 為了要買iPhone4s 聽信別人的建議 將自己的一顆剩 以2.2萬元人民幣的代價售出 8年後的今天 iPhone不斷地推陳出行 而小王的身體 也跟他當初買的iPhone4s一樣 早已衰弱不堪 甚至要洗腎度過餘生 一個少年的青春 就這樣毀掉了 更諷刺的是 在美國黑市 一顆腎臟可以賣到26.2萬美元 幾乎是小王當初賣腎的8倍價 但作為旁觀的第三者 實在沒有什麼好批評的 一件事物的價值 只有當事人才能定義 但有一件事情是可以確定的 為了物質的失誤而賠上了自己的魂生命 是最不值得的 我是方欣松 希望你喜歡今天的影片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我可以拍攝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